新城商店你們現在只有綠色的能量金層 之後會有一個紫色跟金色的 紫色的可以買紫裝,金色的可以買金裝 綠色的只能買綠裝跟藍裝,但是不要去買裝備 因為綠色之後會推出金幣跟強化石 那你就是去買金幣跟強化石,那個是給綠色最主要的用處 綠色不是拿來買裝備跟禮物用的,是拿來買金幣跟強化石 目前來講是這樣子 那再來是武器商店,武器商店就是你拿黑色柱金去換你想要的普遍武器 黑色柱金是這樣子 然後就沒有什麼,你只能換SSR武器 你絕對不要去換下面的任何一個東西 絕對是換武器 但是一字商店其實不推薦去換,也不推薦你們去抽 也不推薦你們去換 這個就跳過,因為這個東西跟武器商店是一模一樣的 跟黑色柱金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公衛商店之後會推出SSR的元氣碎片 你之後就去換SSR的元氣碎片這樣就可以 如果你有時候真的很缺強效元能結晶 你要去強化你的抑制器也可以來買 基本上公衛是來買碎片跟抑制器的東西 基本上是這樣子 再來是助力商店,助力商店每天要去刷1500 1500 每日上限是1500 然後這個東西怎麼來? 助力點怎麼來? 助力點有兩種來法 第一種來法是你把你的體力耗光之後去幫別人打 去幫別人打副本就會獲得助力點 一場副本是150,一天上限是1500 目前來講要打10場,之後會改一場變500 不管不管怎麼樣,台服現在就是一場150 一天要刷1500記得,這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你可以去換黑盒啊! 圖克很重要啊!多了10次非洲券 多了10次非洲券你可以白嫖幾次 然後換完之後去換金幣 遊戲後面金幣很缺啊! 提醒各位後面資源很缺,不要亂練 缺爆 那這邊的助力點我講了 助力點除了就是你體力耗完之後幫人家打副本之外 之後高等玩家帶低等玩家的時候也會獲得助力點 不用體力沒有,這是後面,因為現在大家等級都一樣 所以不會有這個機制 下個機制就是高等玩家帶低等玩家的時候會獲得助力點 那會記得要打個勾勾這樣子 要打個勾勾這樣子 好,那就助力商店是這樣子 那再來是積分商店,積分商店 無庸置疑,全部都換紫色你如何 那禮物盒可以做什麼事順帶一提 禮物盒可以去把你的角色的擬太特性拿出來 最常看見就是你們冰宮一定要先把冰宮的特性拿出來 冰宮喜歡什麼禮物這邊也有寫啊 手辦啊,先帝商品啊,稀有物啊 這些 那商店的部分就介紹到這邊 你們就一直問嘛 然後那個什麼,剛剛有人講嘛 新城商店你們現在可以買一個禮物盒 因為新城商店為什麼要買一個禮物盒 因為現在有個任務 有個任務冒險筆記要新城商店消費一次啊 你就只能消費一次那個禮物啊 那你其他不要買太多 我講的,之後會有金幣跟強化石可以拿出來買 綠色的價值感 好啦好啦好啦,就到這邊啊 我們商店介紹都在這邊啊 有問題你們可以影片留言再跟我說 有問題啊